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宁静乡村,时光庞扶停滞在了过去的年代。 乡村四周环绕着清脆的山巒,田野间遍布金黄的稻谷,村民们过着甜淡而自给自足的生活。 村中的小巷里,商人王先生和他的妻子王夫人住在一座古朴的宅子里。 王先生是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商人,经营着一家杂货店, 而王夫人则是一位温柔贤淑的家庭主妇。 虽然他们的生活富足,但唯独缺少一个孩子来传宗接代,这成为了他们心中最大的遗憾。 王夫人因不能生育,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无奈。 他们曾尝试了许多方法来怀孕,包括求医问药和祈求神灵保佑,但所有的努力都未能如愿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们对拥有自己孩子的希望越来越渺茫。 在这种情况下,借父生子的念头逐渐在他们心中萌生。 虽然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。 林小梅出生在这个乡村的一个普通家庭。 她的父母是勤劳的农民,靠着种田和养鸡鸭未胜。 小梅是家中唯一的孩子,从小就懂事乖巧,说明父母分担家务。 虽然家境清贫,但小梅一直对未来充满希望。 她梦想着有一天能走出这个小村庄,见识外面的世界。 小梅与王先生一家相识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。 那天,小梅的母亲生病无法下田,小梅独自去村头的小河边洗衣服。 王先生正好路过,看到小梅吃力地搓洗着衣服,便上前帮忙。 经过一番交谈,王先生了解到小梅家庭的困境,于是提出在她家的杂货店里给小梅一份工作,让她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。 王夫人和王先生结婚多年,感情一直很好。 然而,随着岁月的流逝,王夫人发现自己无法生育,这让她深感自责和痛苦。 她知道,丈夫王先生一直希望有个自己的孩子,来传宗接代。 为了成全丈夫的愿望,王夫人决定采取主动。 她开始悄悄为王先生物色一个合适的传宗接代的女子。 经过仔细观察和了解,她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在杂货店工作的林小梅身上。 小梅勤劳善良,性格温柔,是个值得信赖的女孩。 王夫人认为小梅是这个重要任务的最佳人选。 于是,她与王先生商量,希望能得到她的支援。 王先生起初对于这个提议感到震惊和犹豫,但看到妻子的决心和深情,她最终被打动了。 她们决定与小梅坦诚相待,向她提出这个大胆的请求。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,小梅最终同意了王先生夫妇的请求。 她明白,这不仅是帮助她们实现愿望,也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做出的决定。 于是,小梅搬进了王先生家中,开始了新的生活。 怀孕后,小梅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 王夫人对她关怀备至,每天都亲自为她准备营养丰富的餐食,并嘱咐她多休息。 王先生也尽量抽出时间陪伴她,带她去看医生,确保她和她儿的健康。 在这段时间里,小梅逐渐对王先生产生了深厚的情感。 她感受到她的温柔和体贴,而王先生也对小梅的坚强和善良心生敬佩。 两人的关系在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中变得更加亲密。 九个月的等待终于结束了,小梅在一声嘹亮的啼哭中顺利诞下一名女婴。 王先生夫妇激动得热泪盈眶,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 王夫人将小婴儿紧紧抱在怀里,感受着久违的母爱滋味。 小梅看着眼前幸福的一幕,心中百感焦急。 虽然这是她亲生的孩子,但她明白,从此孩子将以王先生和王夫人的女儿身份成长。 她必须压抑住内心的母爱,将这个孩子交到他们的手中。 这是她为他们所做出的最大牺牲,也是她对自己未来的承诺。 不久后,小梅陆续地为王家生下了两个男孩。 王先生对这些新生命的到来感到无比欣慰,新的家庭结构虽然经历了许多波折, 但在小梅,王先生和王夫人的共同努力下,逐渐走上了正轨。 随着孩子们的逐渐长大,王先生和王夫人意识到小梅的身份问题日益凸显。 在台湾,一夫一妻制是法律规定的,重婚罪名严峻。 尽管小梅在这个家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, 但她的存在让这个家庭的结构显得尴尬而复杂。 经过多次讨论和深思熟虑, 王先生夫妇决定为了所有人的未来,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。 最终,王夫人提议自己离开这个家庭,把位置让给小梅。 她深知丈夫和孩子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, 而她的离开是为了成全这个家庭的完整。 王夫人的决定震惊了所有人, 王先生不答应,不愿立即做出决定。 在一个清晨,王夫人默默收拾行李,悄然离开了家。 她留下了一封信,向王先生表达了她的爱与祝福, 并希望小梅能够照顾好这个家。 王先生读着信,眼中含泪,心中充满了对妻子的感激和歉意。 小梅对王夫人的决定也感到无比震惊和内疚。 她从未想过要取代王夫人的位置, 但眼前的现实让她不得不面对。 为了孩子的未来,她决定承担起这个责任。 王夫人离开后,小梅逐渐适应了新的角色。 她用心照顾孩子和王先生,尽力维持家庭的和谐。 尽管村里依然有流言蜚语,但她选择了无视那些声音, 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和能力。 在这段时间里,小梅和王先生的情感也在不断加深。 他们共同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, 彼此扶持,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。 小梅不仅是三个孩子的母亲,更是整个家庭的支柱。 她用无私的爱和坚定的信念撑起了这个家, 孩子们在她的照顾下健康成长,成了她生命中最大的骄傲。 王先生对小梅的付出感到无比感激和欣慰。 他们共同努力,克服了生活中的各种挑战, 家庭逐渐走上了正轨。 小梅的坚韧和勇敢让这个家庭在风雨中依然屹立不倒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,小梅在这个家庭中不仅扮演了母亲的角色, 也逐渐找回了自我。 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和未来, 并逐渐明白了爱与责任的真谛。 尽管她的选择充满了牺牲和挑战, 但她从未后悔自己的决定。 孩子们在她的照顾下茁壮成长, 成为了她生命中最大的骄傲。 王先生也在她的陪伴下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。 多年后,王夫人突然出现在小梅的面前。 她已走遍许多地方, 决定回来看看这个她曾深爱的家庭。 看到小梅和王先生过的幸福, 王夫人心中感到无比欣慰。 她与小梅坐下来, 坦诚地交流了彼此的心声, 并在泪水和笑声中确认了她的牺牲和成全是对的。 王夫人并未久留, 她决定放下过去, 继续追求自己的新生活。 告别时, 她深情地回望了王先生一眼, 祝福小梅和她深爱的人一家幸福。 小梅和王先生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平静的生活中, 他们的家庭因为王夫人的爱与牺牲变得更加紧密和坚强。 这个结局为故事带来了圆满的结尾, 充满了温暖和感动, 也让我们明白爱的真谛包含着牺牲与奉献。 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, 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